我们的感情到如今 已经让我感到很心累了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理解不了我的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没有意义 怎么能没有意义啊 我们好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有点矛盾就成这样子啊 重点就是我们有矛盾的时候 他根本理解不了我 他说话特别伤人 让我觉得情感很低 我的心也是都涨了呀 每次他生气就好莫名其妙的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就不开心了 我觉得我哪里都没有他满意的地方 他很多时候都不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根本不考虑我作为女朋友的感觉 真的太伤心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刚25岁 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小婷 23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导购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我看你们俩的这个资料的时候 都挺棒的你知道吗 非常厉害这两个人我觉得 学历是本科对吧 对 然后都当过兵海 是的 是大学毕业以后服的兵役 还是说当兵的时候去考的军校 是怎么一种情况 我跟他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去当兵 但是就是说两人当兵不在一块 我在湖南当兵 他在湖北当兵 很厉害 你看 现在都退伍了对吧 对 然后退伍了 湖南兵役了 真棒 这两人 是什么情况下认识的呢 一个在湖南当兵 一个在湖北当兵 就是有一年休假 他是我战友的朋友嘛 然后一起去晚上认识的 你们恋爱几年了 恋爱一年多了 今天为什么来 他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情商特别低 然后我不开心了 然后跟他说 他就从来没有正确安慰到我 然后每天都给我负能量 就是他的出现 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中的绊脚石 我完全不能忍受他 我哪天哪 这怎么了 这就低到什么程度了 那个情商 最近他竟然和我说 我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什么事都做不好 还说我去他们的店里 跟他妈妈相处啊 朋友啊 都相处得不好 甚至嫌弃我脾气大 最过分的是说 咱俩就是认识一年多了嘛 到现在不知道 喜欢我哪点好 说咱就这样分了算了 那天我不都跟你说嘛 是因为喝多久 然后那时候工作啊 生活上面所事比较多 所以一时冲 所以才说那些话 我不都跟你道个歉了吗 你觉得说出那些话来 道个歉能安慰我心灵吗 你知道那些话多伤人吗 他每次就是这样 情商低到一种 我无法理解的地步 他对你好吗 姑娘 就是关心人照顾人这方面 因为可能是当过兵嘛 听仔细的 就是说话的时候特别笨 然后有的时候 就因为他说话嘛 导致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 就是说 可能会受到影响 你举几个例子 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好的 就是说朋友方面吧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玩嘛 他喝了点酒 他朋友打电话 让他开车去接他朋友的父母 当时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喝多了 不能酒驾 结果他直接在电话里 跟别人说 我女朋友不让我去 你是不让我去啊 那不让我去就直说嘛 都几个关系那么好的朋友 你跟人说 你说我喝酒了 没法去不就得了吗 对啊 那么多理由 你干嘛拿我当当家台呀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直接脱口出了 就这样 这事还好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很多呢 比如说我工作嘛 之前因为我退伍了之后 就是当模特嘛 就是有一次活动 就是比较远 报酬也比较低 他不是男朋友吗 跟他抱怨了几句 结果他一直接翻我手机 直接跟我们领队打电话说 你怎么可以给我女朋友 安排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工作 工作量那么大 然后工资还给的那么少 你怎么这样啊 你不是不想去 那就不去嘛 那我就直接跟你领队说了 我也不喜欢你做模特 那你可以直接这样 跟我们领队说吗 你做模特有什么好 穿那么少 给别人拍来拍去 我就不喜欢